大家好 我们是执行海洋特色研究亮点传习计划 那计划名称是以微波复合电池加热技术 在米饭鲜石开发与自卫商务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结合了本校雁朝校区智慧商务系张天江教授 李世雄助理教授 以及男子校区水产食品科学系李一臻副教授 还有第一校区行销管理系欧中医副教授 共同执行此计划 近年来新的研究趋势是微波结合传统加热方法 以混合组合模式结合 或称微波复合加工技术 此技术整合了微波能源在食品热加工上的 同时也克服其他传统加工技术的缺点 最近有国内厂商开发微波电池复合加热系统 MAIH 即以微波炉由上方加热 下方另引电池炉热传导复合式加热 此系统可解决微波的缺点 获得均匀加热效果 具有急速升温并减少加热时间 同步进行加热与杀菌步骤 本计划的成果 使用了我们研究团队 已购置世界第一台微波结合电池传导设备 即所谓微波复合电池加热系统 MAIH 而且是最新改良后第三代 Aligo S型号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的产品分三大品项 第一品项为米饭 包含了白米饭 糙米饭 以及五穀米饭 第二个品项为粥品 包含了鲜鱼粥 铜巡粥 以及海鲜粥 第三个大品项为炖饭 包含了奶油鸡肉炖饭 南瓜鸡肉炖饭 以及茄子鸡肉炖饭 那我们将这三大品项 应用于米饭的鲜食产品的开发 将米饭鲜食急速的加热 以及高温短时的杀菌 以研究验证此新颖热加工技术 MAH比传统加热方式 有更好的一个杀菌 那在外观的颜色 风味以及口感呢 都可以增强 并且延长储存期限等效果 那我们在未来的应用呢 是为了忙碌的上班族 家庭主妇 将米饭变得好吃 又随手可得的方式 应付简单快速的需求 并且应用了智慧商务环境 来打造线上销售的管道 运用社群媒体 以及广告的一个关键字 来进行分析 并且提高行销的精准度 那在这个计划的执行过后呢 我们截至111年度 9月为止呢 国科会计划共计有7件 产学合作案共计8案 计转案共计2案 教育部计划共计1案 以及发表SCI期刊共24篇 练案共计20换 您接触 Fashion